RJS-D4000的調碼檢測器 接下來我會介紹的是RJS-D4000的調碼檢測器 支援AMSI和傳統的檢測方法 在掃描窗上你會看到一幅圖顯示了掃描調碼的正確方式 包括角度和距離 好像幅圖所說,掃描調碼首先要把掃描窗以30度調碼面對調碼 然後按住掃描窗的按鈕 使到掃描窗的紅線有調碼兩倍這麼長 掃描結果才準確 完成掃描之後你會聽到嘟一聲 你會在畫面看到調碼的分析報告 第一行你會看到調碼所代表的內容 第二行你會看到調碼的內容 如果調碼是不能接受的話 在右邊你會看到相關的警示 例如JACK就是拒絕 第三行和第四行 你會看到調碼黑白條的分析報告 如果調碼的質素極高 你會看到一個A字在中間 如果調碼的黑白條是偏窄的話 你會看到A字在左邊 如果是偏闊的話 你會看到A字在右邊 現在如果你按Henter 你會看到Decodability 在第二項 是會平定調碼的質素 你會看到一個百分比 和一個相應的英文字母 A B C D或者 F 另外你可以選擇對比模式 對比模式 是用來核對調碼的內容 是對不對的 首先你掃描一個內容是對的 然後你掃描其他調碼 如果之後掃描那個調碼 是和第一次掃描的調碼 的內容是一樣的話 你就會顯示一個正常的畫面 如果第二次掃描的調碼 的內容和第一次掃描的調碼 的內容是不對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 No match的畫面 比如這樣 分析報告是可以列印的 在列印報表上面 你可以看到調碼的評級 A B C D或者 F 以及剛才所提到的各種參數 如果想知多些 可以打36655720 聯絡我們的VIC Computer 或者上我們的網頁 VIC.hk